晨光小雨陪伴你走完整本圣经 神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 路加福音第二章的后半段 从二十一节开始 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 我们要一起来思考的是 你盼望耶稣的再来吗 对于耶稣的再来 基督徒可能有不同的态度 甚至复杂的心情 有些人比较保留 因为那代表着世界的末了 所以舍不得世界 那圣经要我们用什么态度 来面对耶稣的再来呢 我们可以从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 在圣殿里面所发生的事情 得到一些启发 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里面 是耶稣第一次上耶路撒冷 到圣殿的这个记载 那我们看到到耶稣诞生第八天呢 就行了割礼 给他起名叫耶稣 然后呢 就按这个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 也就是四十天 为什么是四十天呢 因为生了孩子不接近七天 然后再居家三十三天 七家三十三就是四十天了 然后四十天之后 他们就带着耶稣 baby耶稣到了耶路撒冷 把他献给主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看到 在耶路撒冷里面 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人物 他是一个老人家 名字叫西勉 这个人非常的令人敬佩 圣经对他的描述是 他又公义又虔诚 素长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 也就是一直在盼望着 耶稣弥赛亚 耶稣基督的来到 而且呢 又有圣灵在他的身上 能够有这样的一个 属灵的特质啊 实在是非常令人羡慕的 这让我们想到 他就是用这样子的态度 来迎接耶稣的到来 所以呢 当我们现在 在面对耶稣的再来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也是应该 有这样子的态度呢 是平常公义 敬前的度日 然后呢 常常盼望耶稣再来 预备耶稣的再来 就能够得到他的安慰 并且有圣灵在身上 那我们知道圣灵呢 其实就是我们圣经里面 常常用高油来代表的 所以呢 聪明的童女 在耶稣的预言里面 讲到聪明的童女 就是有预备油来点灯 所以我们也要常常 有圣灵在我们的身上 来预备耶稣的再来 我们看到耶稣的来到 并不是就意味着灾难而已 灾难只是一个生产的阵痛 灾难的最终呢 其实后来是 一个新天新地的来到 所以呢 耶稣的来到 其实是要安慰万民的 耶稣的来到 是伸张公义 施行审判 拯救他的百姓 接着呢 我们看到西缅呢 得了圣灵的启示 他就知道 没有死以前 就会看到耶稣了 那果然 他就在圣殿 遇见了耶稣 就在圣灵的带领之下 进到圣殿 能够看到耶稣的诞生 所以呢 他真是一个 蛮有圣灵的人 有圣灵引导的人 然后 他居然就有一个反应 把耶稣抱过来 然后说 主啊 可以照你的话 来释放我 离开这个世界了 这样子我死可以瞑目了 因为我亲眼看到你的救恩 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 我们看到耶稣呢 就是照亮外邦人的光 又是以色列的荣耀 然后接下来三日三节 就讲到孩子的父母 因这 话就稀奇 所以 这很显然 是路加 访问 访谈了 玛利亚之后 他所 得到的一个 玛利亚的 口述 然后呢 西米恩就 给他们做祝福 然后对玛利亚 就讲说 这孩子 被利 需要叫以色列人中 许多跌倒 许多人兴起 又要做诽谤的画饼 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 显露出来 你自己的心 也被刀刺透 所以呢 我们看到 他预备玛利亚 让他知道 将来 耶稣可能会遭遇的 什么样的事情 接下来 又出现了另外一个人 都是在圣殿的时候 那这位呢 也是老人家 那他应该已经是 84岁了 年纪非常的大 他是一个女先知 叫做雅拿 他从来不离开圣殿 进食祈求 昼夜 侍奉神 哇 所以这样子的人呢 就能够认识神呢 就能够有圣灵的引导 所以我们看到 雅拿呢 他是一个先知 是一个代导者 是一个敬拜者 为什么说 他是代导者呢 因为他常常在圣殿里面 进食祈求 那祈求一定不是 祈求自己 也不是祈求 这个家人 他这地方是祈求 就是在带导 然后呢 昼夜侍奉神 这地方的侍奉 就是敬拜 所以他也是一个 非常了不起的一个老人家 然后呢 他进来就称谢神 把耶稣的事情 对一切盼望 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 来讲说 然后呢 这个事情之后 约瑟跟玛利亚 就要回拿撒勒去了 那孩子渐渐长大 强健起来 充满智慧 又有神的恩 又有神的恩 在他身上 所以我们看到 耶稣呢 他的长大 跟我们 一般人也是一样 渐渐长大 强健起来 然后呢 我们也盼望 我们的孩子 除了长大之外 也要充满智慧 还有神的恩 在他的身上 祝福 你的孩子 就是能够 渐渐长大 强健起来 充满智慧 又有神的恩 在他身上 然后我们跳到52节 讲到耶稣的智慧跟身量 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 都一起增长 也祝福你的孩子 智慧和身量 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 都一起增长 然后呢 我们就看到 另外也记载了一件事 第二次 在十二岁的时候 耶稣再次 来到了耶路撒冷 这个时候是他的成年礼了 那他呢 就 上了这个耶路撒冷之后啊 该回家的时候呢 耶稣居然 没有跟父母亲在一起 那父母亲隔了三天 发现这个到处找耶稣啊 后来呢 终于发现 他是坐在教师当中 一面听一面问 大家都非常惊讶 他这么的聪明 而且懂得怎么应对 那他父母亲说 你怎么这样子做呢 没有跟上我们 害我们多担心害怕 耶稣的回答 让我们非常惊讶 他说 你为什么找我呢 你不知道我应当 以我父的事为念吗 另外一个翻译说 岂不知我应当 在我父的家里吗 所以我们看到 耶稣虽然是 渐渐的长大 但是呢 他从小就很清楚 自己是谁 而且他知道 他人生最重要的是 以天父的事为念 而且要在天父的家里面 这个对我们何尝不是如此呢 我们一生最重要的是 要以神的事为念 要常常在神的家里面 愿神带领我们 让我们能够 常常的祷告 敬拜神 盼望耶稣的再来 公义 敬前度日 满有圣灵在我们的身上 能够预备 默示耶稣的再来 愿神真理的光 充满你 阿们 敬拜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